英哥校友会陪得龙师团成员 推着战鼓走进一家新居若晨的企业 准备等一下开幕表演 成员多数是英哥国中校友 以学生居多 约有20多人 每回外出表演大约是10个人 会承接各项表演是赚取平时的训练费用 因为每年龙师团参加各项国内外的50竞技比赛 旅费是相当大的负担 参加比赛及各项表演 对这群青少年而言 是上课以外的休闲娱乐也是兴趣 表演的时候比较轻松 比赛的时候会比较紧张 因为不知道分数会多少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比赛 因为比赛是休闲的 然后表演的时候还要自己套路一些 套路比较多 因为表演通常都是要个喜庆的感觉 比较多互动 然后比赛就是专注在分数上面 还有难度上面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比较喜欢表演 因为它有比较多快乐的感觉 比赛是怎样 比较紧张吗 对比较紧张还有比较严肃一点 跳庄在一般的民间企业表演中是少见的 但是团队成员将这项桥段加入其中 自然收费比较高 希望能够让外界感受到50记忆 所带来的祈福完整感受 演出是我们主要 团里面最大的收入之一 之后我们会收费比别人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比赛的规模 最大的规模来演出给观众看 所以我们会比一般的外面的团体还要来的贵 而且我们也都是学生 赚取平时的训练费用 希望将武师这项传统记忆推展成运动竞技 少年武王朝着目标迈进 期盼武师运动能在新北市 甚至是台湾发光发热 记者赵世渊卢秀娟新北朝报导 市民北朝鲍世宰华 制作人